台中市议会临时会开议 会中市府参事柯成芳 代指参加张化县立委补选 也成为了焦点 不仅是民进党团要求备许 国民党无党级议员 甚至要求他辞职 还说市府不是垃圾桶 而市长卢秀燕则表示 柯参事的人事正用一切合法 并且是依照规定来请假 医院气得排桌叫骂 台中市议会临时会一开议 就吵得不可开交 台中市政府参事柯成芳 代指参加张化县立委补选 民进党以及五党级议员 轮番炮轰 要市府团队说清楚 尊重这个 那苗市议会 就说现在白天说 就四十八十九九 他不是主管 没准备 不用来 机关的 所有市政府的人 没准备这么多 卢秀燕市长 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示范 你刚刚睁眼说瞎话 柯成芳 12月13号 表达他的参选意愿 全国各大报纸都有写清楚 你不可能不知道 不动转 都正在做我们的参数 我们台中市政府 都没不错的参数 专门是不错的 医院炮轰科参事 1月10号获征召参选 却在21号出任 台中市十二指等参事 报到之后随即请假参选 痛批这是骗钱骗票 来议议员也直说观感不好 建议离职表示参选决心 理事有照规定请假 没有错 但是对于这个案 我觉得观感非常不好 他既然要去参选立委 就叫他辞职 所以我在这边主张 提出厨诚叫他辞职 我们有请教说 那他的请假规定 那人事处法治局也告诉我们说 他完全符合 那第三个呢 有利可循 卢市长强调 科参事的参选 并非他意料之中 但依法不得拒绝科请假 不过人事案都是依法办理 而且参选期间也不能执行公务 代职参选也是有潜力可循 杰杨宗华台中采访报道